退出第二波競選小物都跟科技有關 像是這個無線充電板 甚至是滑鼠電上面的扇字 都是用電路板組成 要緊扣科技人形象 不只這樣 還有手機架大型滑鼠電口罩等 全都跟科技兩字有關聯 要加深選民印象 而且產品全是台灣製 希望強調候選人 他過去在Google還有鴻基 甚至在行政院裡面 也是擔任科技部門的一些首長 靜總滿滿科幻風 手拿光劍身批好運斗篷 稀奇古怪點子還不少 之前我有一件晉級的巨人 兵長李維的斗篷 穿起來我發現真的很拉风 又有意義 我們現在桃園正在光速前進 是晉級的桃園 而不讓空降話語權 都掌握在綠營身上 藍營桃園候選人也出其招 桃園中立中正路延平路交叉口 國民黨議員候選人刊登諷刺 鄭運鵬賺大陸前的看板 但只有幾個小時就被火速下架 廠商表示因為公司被關切 不得不暫時下架 中午上下下午就被下架了 位置原本在這邊了 而候選人刊版也不是第一天開打 前前同樣有民進黨議員候選人攻擊張善政 農委會報告 刊版就沒被下架 讓張善政覺得很雙標 張善政炮火猛烈 畢竟幾個月來對手也沒在手下留情 年底選戰如同2024的前哨戰 桃園更是處在搖滾區 第二位是宣言洪富達專家與桃園廠報導